字幕志愿者 李慧琼 字幕志愿者 李慧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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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琼今天真的生气了 他在电视节目的《反弹》中 他直接讲两个前首相 两个前首相 当然都是他的首相 一个就是那个钉钉 他真正就是这样讲他们 干他们活 不做首相了 还不要紧 你不做首相不要紧 但是你不要带头 叫人家去违反SOP 好歹你们还是前首相 未来还可能东山再起 再做过首相 你怎么可以带头 去违反SOP 今天被凯琼 炮轰 因为没有办法 这个 压制不下来 疫情的数据一直上升 连续四天上升 现在又破六千了 所以我们前一期我们就讲了 这个可能呢 又算错时间了 因为那个疫苗的效果 开始降低了 都这样久了 人家都讲说半年要打 五针了 现在拖到11月了 11月才这么少人打 加强劲第三针了 所以 又给那个病毒有机会了 因为很多人的抵抗力降低了 这次病毒又开始 又又起来了 所以呢 我们看新闻吧 四天都上升了 今天六三二三 所以 敲锦中了 一过六千 我们要很注意 不要给他到七千 七千八千之后呢 日子又不好过了 所以 台里今天 用不点名的方式 去套风两个前首相 很清楚了 他就是讲他们 所以他昨天赶紧赶紧叫大家 快点打啊 快点打啊 不要想太多了 我跟大家讲 来不及了 昨天我们讲 这可能是太晚了 我们真的感觉到 太棒了 现在双死亡了 11月11号了 很多人 可以讲说 绝大部分人民 都没有打敌战争 然后病毒又来了 疫情又来了 怎么办 这是一个巨大的危机 很多人呢 受到套风 也不去打 所以 你自己有健康问题 你就跟医生 调查一下 另外一回事 但是 你为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跟美国跟中国 吵架 关我们的健康 什么事情呢 美国跟中国吵架 难道你要把你家人的生命 你的生意 你的工作呢 打来做牺牲吗 那你打美国疫苗 有什么问题啊 打了你可以继续做工吗 打了之后 你保证你家人的平安吗 中国疫苗 他还没有这样快批准 他会批准 凯理精量他会批准 所以来不及了 现在看着他上升了 你这样怎么阻止呢 我只可以跟你讲 除了老天爷阻止 第二个就是病毒放过大马人 只有这两个因素才会下降 再重复一次 那个神祝福大马老天爷 把病毒重新压制下来 第二个呢 病毒放过大马人 只有这样子办了 不然的话呢 三个抗议看了两年了 看了两年了 你叫凯理抗议 凯理现在讲话 已经讲到这么凶了 直接干了那两个手下了 也没有办法啊 因为呢 太多太多人都不把SOP放在眼里 都不遵守那个SOP 所以没有办法的 所以你看啊 你们看我最近都跑去旅行吗 我拜六也是去旅行的 要生日了嘛 过几天要生日了 我当然要去旅行庆祝 现在还有的跨州怎么不去 还有的去怎么不去啊 但是我们永远记得一点 SOP 我旅行是旅行 但我们很懂得避开那个人群 但是很多人 我真的不明白 他们搞一大堆人 哎呦哎呦 现在不是 不是玩那种人气旅行的时候 现在是去看看大自然啊 或者享受一些酒店的配套啊 现在是做这一种的旅行吗 不是叫你去 哇 庆祝人一起catering啊 现在沟里家庆祝人一起中 现在又发生了嘛 所以就是人呢 一直都不懂得遵守SOP 哎呀不要伤心啊 连那两个首相都不懂得遵守SOP 我们继续看 这是被Cathy讲的咯 国家领袖政党领袖都没有树立好榜 上梁不振下梁 他这两个人不遵守SOP 所以你叫人民会遵守吗 咯 丁丁都可以吗 那季也可以吗 尤其是那季人气这样高 那季都可以这样子哦 为什么我不可以 所以这次给他用不点名方式讲了这两个人 实际上呢 这两个最近已经被那个卫生部被开离了 重罚了 24,000块 24,000块 开到很大一下的 尤其是那个丁丁的国门中了一张2万块的沙漫 他在那个马六甲选举 违反SOP 那边那边 那个国阵呢 又中了一张4,000的沙漫 所以这个卫生部呢 最近也是非常非常凶啊 然后非常非常的严格 现在连那个海报都不准 不准贴啊 所以暂时凯里还满意 所以希望这个海底不要算错任何东西 所以未来搞破坏的 讲不到就是他的两个前老板 现在这个老板暂时不会 那两个前老板在那边呢 大搞破坏 所以为什么最近会放出这种新闻出来 你看啊 这些马六甲的新闻嘛 我跟你讲 那是马六甲人啊 我跟你讲 看下去 看下去等下你不敢回口调了 那个三级起义放出来的新闻 有些人可以挂着回向回到马六甲 一回到马六甲就中了 就进去 你看 有人把那个病毒带回马六甲 然后再来马六甲的前周医员呢 重症 差不多了 所以呢 马六甲隐藏着这个严重的重症 所以你讲这个说明会害怕 所以他这几天呢 他做不了 给不了那个人民信心呢 他20号人家哪里敢去投票 然后多几单出来就知道了 等下又讲马六甲 等下又什么CT10啊 等下又一窗200啊 等下又什么啊 等下那个周医员不小心 那个回归了啊 这些呢 真的会给人们很大的影响 所以马六甲随举就随举 真的不要再搞任何东西出来 我们经不起社会 经不起这样的考验的 如果这个11月呢 这几天呢 关键10天啊 到20号之前呢 我们没有办法看见那个数据被压下来的话呢 基本上呢 只能等老天爷 一是老天爷 管救大马 二就是病毒放过我们 只能等这两个东西了 人呢 做不到了 因为打地战争打太慢了 那个人为干预呢 干预不了的 是不是 啊 无论如何呢 真的真的 希望老天爷祝福我们啊 啊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 就提醒大家呢 记得记得遵守SOP 你要做工 你要上班 你要跨走 你要旅游 你要做anything you want to do 啊 Please follow the SOP strictly 好 我们下期再见 呀 啊 啊